在秋冬季如何更换食用油 营养专家为您讲解 食用油里您不知道的事 从鲜鲜的这个油脂来看 我们看一下椰子油 膝关节的保护在这个季节尤为重要 今天健身教练教您简单一学的护膝操 秋冬季贴秋标 牛肉是首选 精到美味的文化小牛肉 大厨有高招 牛肉跟蚝油特别搭 出来的味道更鲜甜 健康朋友圈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养生路上不彷徨 朋友圈里找秘方 大家好 我是您健康路上的好朋友白杨 欢迎我们爱提问 爱健康的配诊员小鱼登场 大家好 我是专业配诊员小鱼 又和大家见面了 小白记得在夏季的时候 我妈就囤了好多食用油 但是是因为打热的 折便宜 但是到现在也没吃完呢 小鱼我跟你说啊 这个煎炒煸爆溜 每一种听起来都非常好吃的烹饪方式 都跟咱们的食用油那是密切相关的 这夏天的食用油到底还能不能吃呢 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什么样子的食用油对我们的身体好呢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营养专家 来跟咱们说说食用油里你不知道的事儿 一下天过去了很多朋友家里厨房温度都很高 这些平平怪怪的调料整理的同时 我们还应该注意的就是它 家中食用油 一个夏天您家的食用油是如何保存的呢 很多朋友习惯把油倒入油壶里 或者把食用油放在油瓶里 那么如何保存才是正确的呢 因为油脂啊它是比较容易酸败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油脂食用油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呢 它要经过比如说像脱水啊脱脂啊脱酸啊脱辣啊等等这些过程 那么我们在保存的时候呢 也要防止比如说像一些潮湿的地方 那么我们说就是要避光 一个呢避免这个阳光的这个执照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在干燥的地方 第三个呢就是要在这个阴凉的地方 不要让这个高温呢一直靠着这个食用油 否则呢就会容易造成这个食用油的酸败和氧化的现象 陈老师告诉我们正确储存食用油 要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避免高温 那么如果食用油储存不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们说食用油的选购呢实际上也是按照我们刚才储存的这个原则 那怎么样能够尽量的它少跟空气接触呢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就买食用油的时候 第一个不要买太大的瓶的来装 除非家里的人啊比较多吃的比较快 如果家里人比较少的话呢 尽量的买小包装的油 如果您确实是要觉得买了大包装的油怎么办呢 把它放到小瓶里头 尽量的减少这个食用油和空气接触的时候 陈老师将为我们做一个实验 两碗看似相同并且都没有过保质期的油 实验结果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那我们说呢在家里储存这个食用油的时候呢 一定要隔绝空气 隔绝水 然后呢要放在低温的地方 如果是不这么放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油脂就很容易会发生酸败 那么酸败之后呢 油脂里面的过氧化值就会升高 那么过氧化值升高它有什么样的害处呢 它会破坏我们身体的这个细胞膜 那么细胞膜损害之后呢 会导致肝癌 胃癌 包括心梗 还有冠心病的这些高发 如果从外表上看呢 这个食用油即便是被酸败之后呢 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食用油 从外表上来看 是看不出来它有什么样的区别的 但实际上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就会发现其中一份已经酸败了 这个呢就是食用油的过氧化值 快速检测试质 我们先测这一个 来 我们再来测第二个样子 虽然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这两碗油有什么不同 那么五分钟之后 我们看一下测试结果是怎样的 那么五分钟过去了 我们看一下实验结果是什么样子 我们会发现实验结果有明显的颜色不同 那么我们比对一下它的这个对色卡 会发现其中一个样本的过氧化值已经达到了最高点 所以说那两份样品啊 虽然从表面上看颜色气味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但其中一份它并不是放在阴凉 闭光 干燥的地方 那么它里面的过氧化值就已经超标了 这样的食用油是不易再食用的 看来这夏天的油如果储存不当还真是不能用 小鱼 你喜欢吃什么类型的食用油呢 我喜欢吃葵花籽油 我爸说这葵花籽油对身体特别好 你说你喜欢吃葵花籽油 我呢就喜欢吃这个橄榄油 这生活当中啊这油的种类那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对于选择恐惧症的圈儿油们来说 到底该怎么选好油呢 我们如何选适合自己的食用油呢 我们继续请教我们的专家 你知道吗 目前市场上食用油大概有几十种选择 比如我们常见的菜籽油 花生油 玉米油 橄榄油 大豆油 芝麻油等等 也有我们不太常见的如棕榈油 椰子油等等 众多食用油中我们应该如何正确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用油呢 那要想知道我们平时常见的食用油里面 它的特点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我们要看它的这个脂肪酸的这个分类 那么按照不同的脂肪酸呢 我们把平时常见的油呢分成两类 一类呢叫做饱和脂肪酸 一类呢叫做不饱和脂肪酸 那么在饱和脂肪酸里面呢 我们比较常见的 你比如说叫一些动物脂肪 比如说像猪油 牛油 还有黄油 我平时吃的食用油 比如说像大豆油 玉米油 花生油呢 大部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 而单不饱和脂肪酸 我们能够见到的 而且出现在我们餐桌上的呢 主要是比如说像橄榄油和茶籽油 那么并不是说哪一种油 它的这个营养就特别好 而是说呢这些油呢 实际上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那么按照咱们中国人的现在这个饮食习惯来看呢 咱们在这个里面缺的呀 主要是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 那么多不饱和脂肪酸 单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 它的食用比例应该是1比1比1 无论是动物油或者是植物油 都是我们身体必须的 按照1比1比1的比例摄取 才会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 那从新鲜的这个油脂来看呢 我们看一下椰子油 那椰子油呢 以前我们认为它是属于饱和脂肪酸 是属于不太好消化的 那么现在经过研究表明呢 它里面的这个饱和脂肪 主要是中电脂肪酸 它对我们的肠道呢 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能够预防便秘 而且椰子油呢 它里面的椰子的香味啊 非常浓郁 适合做一些 比如说一些东南亚风味的菜肴啊 或者是一些甜品 亚麻籽油呢 它又被称为是陆地上的 这个深海鱼油 那么它主要是富含这个阿尔法亚麻酸 那么我们知道呢 深海鱼油实际上是对我们的这个抗血栓呀 包括我们的这个降低 我们的这个坏的这个胆固醇 它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那么亚麻籽油呢 也是同样的 在秋冬季节 您可以选择一些保护心血管 降低胆固醇的玉米油 橄榄油 或者是含有丰富维生素的 稻米油等等 正确储存 正确食用 才能在季节交替过程中 保护好我们的身体 这回怎么样 大家伙都知道 该怎么样选择食用油了吧 但是啊 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 这个调和油 可不是万能营养油 偶尔呢 用来煎炸东西就可以了 但是要少买 不要买一大桶 买的时候呀 也别被这个名字忽悠了 咱们多看一看这个配料表 没错 小鱼提醒的特别的对 那最近啊这个天气真的是逐渐的转冷了 膝关节炎也进入了高发期 关节疼痛 肿胀等不适症状也愈加的明显了 所以说关节炎患者也被称之为行走的天气预报 那么对于关节炎呢 也被称之为是老寒腿 大一个老字 确实是一种常见的中老年疾病 不过呢 这个疾病啊 近年来也逐渐的趋于年轻化了 趋于年轻化了 大家伙都别太担心啊 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专业的教练 来帮助咱们缓解这种症状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秋冬阴冷潮湿 正是膝盖疼痛的高发时期 今年我们特意请到了 专注女性健身的小Y教练 让她来教我们两个 保护膝盖的简单方法 小Y老师给我们准备了一个 特别简单的这个细写 是 在家里边呢 可以常备一个这个瑜伽球啊 瑜伽球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练习和心和腿部的 非常好的工具 那今天我们这个练习腿部这个动作 需要瑜伽球 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需要靠在瑜伽球上 做一个腿部的训练 放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后背和腰 控制的这个位置上哈 不要太低也不要太高 好的双脚略微的往前走一点点 对双脚打开和骨盆同宽 然后呢手臂向前放 虚强的保持身体的平衡 也可以放在肩上都没问题啊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向下蹲 对靠着球啊 小路叫Media靠住 对对然后慢慢的站起来 非常好感受到了腿部的发力啊 来下蹲 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在这个位置上停一到两秒钟 这样其实是很有帮助我们膝关节的这个缓解 酸痛的啊 来再来站起来 非常好 注意视相 来注意膝盖往下走 蹲的时候 如果你膝盖超过了脚尖 其实对我们的整个身体来说 就会有一定伤害了 所以尽量的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好再来一二 再来起来 特别好 最后一次 来走 我们一般情况呢 在家也是做三组啊 每一组呢 我们大概要做16次左右 接下来腿部的动作呢 是一个哑铃的深蹲 对 用一个小哑铃 但是也不要太小啊 大约一到两公斤左右就可以了 对 然后这样的哑铃握住之后 双脚打开 来咱们 双脚打开 与骨盆同宽 对 和你的胯 差不多宽 脚尖一定要冲前啊 注意在这个动作下蹲的同时呢 你的膝盖也是不要超过脚尖的 然后双手可以放在你的这样 哎 握住之后 放在肩上 这样保持它的重力是可以垂直地面的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做一个蹲起来 向下 屈宽 对 去感觉臀部向后坐 啊 然后来站起来 非常好啊 再来继续 进行下蹲的过程当中 可以动作慢一点啊 不要特别的快 来 再来 慢慢下 对 很好的来控制肌肉的一个发力 如果我们体重比较大的话 我们就不要用哑铃了 不要做任何负重 就徒手 深蹲就可以了 对 然后平时呢 如果你觉得自己膝盖不是很舒服的话 我们尽量的就不要做太多 你就差不多做十次左右 就可以了 第二个 双手举起哑铃 身体垂直下蹲 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足弓承重 一次做十次就可以了 两个简单的动作做起来 就可以缓解我们的膝盖 在秋冬季可能会有的疼痛 您不妨在家里有空的时候做起来 哎呀 怎么样 小鱼 这两个小动作就能够帮助大家缓解这个 季节膝关节它的疼痛 真不错 给咱们教练啊 点个赞 如果电视机前的圈儿有们大家伙也有膝盖疼的毛病 不妨啊 在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动起来坐起来 人家专家都说了 适当的进行运动啊 既能够训练我们这个肌肉的力量 又不会损伤我们的膝关节 所以还有很多运动可以推荐给我们 比如说慢走啊 骑自行车呀 游泳啊等等 但是切记减少负重锻炼 慢慢的增加运动的时间和强度 运动之后呢 也要做一些轻缓的拉伸的运动 来保护我们的膝关节 嗯 没错 小鱼说得非常的对 那如果圈儿有们对健康养生内容 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电话 024-2318-6065 或者呢在公众号 聊视健康包委会上进行留言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大家呢也可以下载 北斗荣眉客户端 我们一起来收看 让老曼芝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慢走肺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联合研督呼吸病医院 共同党早 让安排继续呼吁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83-7999 中医传承 将心悠远 高真堂 传承国粹 弘扬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一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促 育后防复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医经常 良医好药方些效 熬治后凡 医人心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 保驾护航 欢迎回来 今天的健康朋友圈 带您学习养生智慧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圈友们又发来了哪些求助呢 有请小鱼 我们看到圈友小张 问经常耳鸣该怎么缓解呢 那么对于她的这种困惑 还是求助我们在线民意团里的医生 来帮助您解答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耳鼻喉科张爽医生 她的解答 耳鸣是这样 它是很多疾病的症状 所以不光就是与耳朵 非得是耳部疾病带来的 比如我们换季的时候 血压的波动 换季冷热的冷热 这个时期对于年龄大的人 动脉硬化 血压的波动 以及休息睡眠不好 工作压力紧张 着急上火 都是耳鸣的一个诱发性因素 所以耳鸣要到医院系统的 辨别一下 是具体发生的原因 然后给予正确的失智 一般都能够缓解 非常感谢我们的张爽老师 今天针对耳鸣的相关问题 给我们进行做的科普 再次感谢我们的张老师 也希望您有时间 能够再来我们演播室做客 小鱼 我最近有个朋友跟我说 什么都不是自己的 只有吃到嘴里的 那才是自己的 所以这个圈有 就对这个吃东西 那是特别的讲究和挑剔 吃就是一种享受 今天咱们给大伙推荐一个菜 那就是自己做的这个菜 那叫一个享受 这享受归享受 但是咱得做的好吃 所以说这个做法那是特别重要的 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一起来学习一下 传统东坡肉选用的是猪五花肉 而我们用的是牛肉 它的油脂更低 更健康 我们今天选入这块肉 是咱们的牛腩肉 牛小排 部位是在牛的肋排这个位置了 下锅焯水 接下来我们现在开始炒这个牛肉 然后咱们今天选的这个是黄油 一般大家都知道 在西餐里用的特别多 黄油那跟牛肉搭配在一起 够一种特殊的香味 黄油化开了 咱们把饺料放进去 有葱姜 来两粒八角 然后来一点陈皮 放一片香叶 然后来一小块桂皮 咱们把它煸香 咱们这个香料都已经煸出香味了 咱们把这个焯好水的牛肉放进去 然后给它再煎一下 煎一下有两个作用 第一就是把它的肉 让它迅速的定型 第二就是把咱们这个香料的味 能让它入到这个肉里面去 咱们现在这个牛肉已经煎到金黄色了 咱们下一点蚝油 传统的冬泡肉是不放蚝油的 牛肉跟蚝油特别搭 出来的味道更鲜甜 然后咱们再来一点这个牛肉汁 给它煸香 咱们这个蚝油牛肉汁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咱们烹入料酒 咱们这个料酒加入之后 咱们加入高汤 高汤然后没过这个牛肉 倒入高汤以后开始调味 然后首先咱们来一点盐 来少量的盐 来点冰糖 冰糖稍微多放一点 让它微微有一点甜 然后来一点酱油老抽 给它烧颜色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好嘞 咱们给它盖上盖 盖小火 然后焖一个小时 这时您只要开大火 把汁收浓 这道肉香浑厚 酒香浓郁的文火小牛肉 就做好了 让老曼芝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慢走肺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联合研督呼吸病医院 共同打造 让爱呼吸吸 公益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83-7999 哎呀 这挺沉的 这挺多呀 这个羊肉里面呢 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而且脂肪和胆部除了呢 还比较少 特别适合老人呢 和孩子吃 而且还特别好消化 你像炖的这么烂乎的 你平时家里面 小孩回家 啃一块 老人啃个两块 我觉得都特别好 冬天和羊肉啊 那就是绝配 太够大测评 这羊蝎子呀 还真行 太失纳哥了 中央精粹 高方精粹 2022北方高方节 红阳高方文化 传承国粹精神 不正气 平阴阳 调脏腹 一口高方 一两斤 健康朋友圈 明中阴云集 五行六节 跨高方 还有多彩现象活动 邀您品特色高方 听进补妙招 慢定调养 全好高方 2022北方高方节 今秋十月震撼起目 针对当前安全生产领域 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 服务院安委会 制定出台了 进一步强化 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坚决防范遏制 重特打事故的 15条措施 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和指导性 措施突出了 五个特点 突出责任落实 突出督查检查 突出治理 违法违规行为 突出源头治理 突出严格执法 落实15条措施 护航安全生产 这酒香浓郁的小牛肉 肉质酥烂 酱汁浓稠 牛肉焖的火候 那是刚刚的好 含在嘴里 轻敏一下 肉丝就轻轻的化开了 如果大家伙喜欢的话 不妨在家里面 我们也动手做起来 如果全有 对于养生健康等内容 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大家拨打电话 02423186065 或者在公众号 聊事健康朋友会上 进行留言 这里有千位主因师 为你健康保驾护航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大家也可以下载 北斗融媒客户端 一起来收看 好了 今天节目到这里 就要结束了 想健康就到圈里来 明晚20点20分 我们不见不散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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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